去年3月份遭到杀害在桃园有一名占性的计程车驾驶 当时他的尸体呢被弃之在山区 还遭到野狗的啃食 计程车倒是被烧毁了 那么我们看到真名嫌犯宣称 当时他坐上计程车呢 车子是330 他身上只有280块钱 为了50块钱跟驾驶起了口角之后 居然下手杀害对方 这整个案子一度还陷入胶着 不过呢因为这个胸鞋陆陆续续 犯下了很多起都是强盗计程车案 类似的手法被警方盯上了 才会终于破案 不会觉得良心不安吗 想钱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杀他呢 经过10个月遭击压北索的无姓嫌犯 终于坦诚杀害桃园占性计程车司机 警方但他重回现场 看到烧得面目全非的计程车 无姓嫌犯却面无表情毫无回忆 无姓嫌犯表示在去年3月 在桃园火车站坐上占性司机的计程车 到领口时却因车资不够两人起口脚 犯而持西瓜刀砍杀司机 事后开车逃逸 辛金三鹰大桥丢弃血刀回家睡觉 隔天到树林买汽油 再把计程车开到巴德烧毁 烟灭证据 无姓嫌犯杀害计程车司机后 陆续在三峡土城犯下至少5件 强盗计程车案 去年11月被警方逮捕 当时他并未说出就是杀害 占性计程车司机的凶手 不过警方比对他的犯案手法 都是抢劫司机财务 再把人压到后车厢 并弃至路边 最后开车逃逸 两者手法相当雷同 将他锁定 专专我们专案小组比对 还有关键人物的指证 还有相关资料的查证 我们认为他是有重贤 专挑计程车下手洗劫财务 无性凶险 手段凶残 甚至动手杀人 还故故一阵 逃避追忌 警方经过十个月 不间断的追踪 终于逮捕这一名 当计程车司机 文职色变的强盗凶手 也还死者一个公道 任新闻杜云志 谢凯轩 SG小组台北 采访报道